HELLO 大家好,又到我精粉開開心的玩玩具的時間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就是這隻King Us 所推出的 KSS 015 巨靈神 UFO 飛碟 可以看到它是多麼大 不過首先大家要留意,現在這隻只不過是版 大貨將會在三月的時候推出 當然要拿一隻King Us 的拳神來比較一下 究竟這盒子有多麼巨大 好,就是這樣,大家可以看到 本身其實King Us 的拳神都已經不是小隻 再相比起這拳神,這個UFO 的盒子是非常巨型 又是空間殺手 好,我們可以看一看 是呀,也有上厚度 先看看盒子 有個主體,正面 旁邊也是空間 後面呢 講解了有不同的細節位 有些可以換的部分 還有一些燈效 還有駕駛倉 還有不同的擺法 事不宜遲 立即開來看看 好了,開了出去 基本上所有的配件都已經展示了給大家看 有這些飛翼的換件 還有主體 還有一個stand 還有一些小小的支架 另外還有一個牌 另外這邊這些呢 就是巨靈神 即是本身它所推出的 那隻機械人的一些升級件 還有一條頸 還有一個很精美很細細的 還有一個內購的頭 那本身這隻巨靈神 就沒有拆得那麼足 今次在這個UFO 也有跟著給你 那只是這個頭 其實都非常值回票價 那另外呢 還有兩隻 是裝在巨靈神的手 那這個呢 就是在用飛碟的時候 即是它抱著飛碟的那個造型手 在這個UFO 也跟著給你的 那我們即時來看一看 先看一看 非常之巨型 還有很重手 那看到它的 面頭這些呢 都是用了一些半透明的件 那就可以看到它 少少裡面的內購 再看看它的後面 都是非常之仔細 後面一樣都是有這些 半透明的紋 那底 底 底也都是整齊 那這些呢 其實是一些燈來的 因為它也是保持牢套一貫的作風 而且可以發光的 那發光的 那什麼發光呢 那什麼發光呢 其實這裡開了之後呢 那這裡有一個按鈕 那只要一開它 那當然先進了電線 那它這裡 這六眼燈就會發光了 以及後面的BOOSTER的位置亦會發光 另外裡面有個通道亦會發光,稍後再開給大家看看 吃飯 其實這三隻腳仔亦可以當作是一個降落的起落架 這樣站在這裏其實是挺穩固的 另外還有一個賣點其實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就是駕駛艙這個位置 不知道大家在這裏看不看得到 你現在看到它現在是沒有人的 其實只要我一按鍵 沒錯 你看看得到 人仔其實就出來了 我再按一次給大家看看 沒有人了 人就撞出來了 其實這就是呈現動畫裡面 它的駕駛艙是可以掉上掉落 即是去了UFO 又可以落到機械人 就是呈現這裏 這一點是挺貼心挺喜歡的 其實是要這麼大隻的產品 其實才可以顯示到這麼尾細的位置 我們再看看配件 它的配件方面也挺有趣的 就是其實這些安裝的方法 它其實全部都是磁石來的 很簡單 就這樣套上去 基本上就應該穩陣了 對上對的位置 對上對的位置 就這樣 放進去 放進去 這樣就穩陣了 那邊是魚蝕枝 就穩陣了 這邊呢 這些呢 就是它的蓋子 可以就這樣選擇這個普通的螺毛款 亦都可以換這一隻 亦都可以是上下開 隨你選擇的 現在我就將它做一個最基本的形態 顯示給大家看看 基本上的模樣 UFO就是這樣的基本形態 它還有一些可換之處 就是按下它的翼 這裡會有一個武器飛出來 沒錯 就是這樣 一按到翼 就會飛出來 多了兩個武器 OK 到支架的台座 台座它也是用上了這個磁石 這個牌也是一個磁石來的 就這樣放在這裏 不過它這個可能就是試板 不多夠力 不過就這樣放在這裏 都是實的 不會越來越去的 對了 還有這個主軸 可以放後面也可以 放在前面也可以 另外這邊的兩個洞 其實就是放在它 將來來推出 據凌晨另外兩個背包 旅飛船 可以轉的那兩塊 可以安置在再放到這個位置 大家暫時未推出 就不用 participants了 那如何騙起它呢 騙起它的方法 就是需要撕走它底下這個洞 看到嗎?這個洞洞撕走它 然後將它刺上去就可以整隻撐住了 不過現在就不放了 因為還要示範如何組合給大家看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巨靈神主體的事前功夫我已經做了 做了什麼呢?就是換了這隻造型手 還有它剛才有附送多一條頸 換了上去之後 可以令它頭的往後程度大大提升 而可以符合它這個UFO 裝上去之後的模樣 怎樣裝上去呢?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先把前面這個件 撕走不要的 合體的時候不需要的 旁邊有兩塊都是不需要的 撕開它 這樣就打開它 旁邊這裡 移開它 移開它 這裡也是 移開它 然後呢 打開後面的屁股位 對了 剛才有說過燈那裡還有一個燈位置 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 沒錯就是它裏面這裡的隧道 因為其實在巨靈神進去這間飛碟道的時候 它這裡是會亮燈 然後進去的 可以呈現這個情景 怎樣進去呢? 其實大家有玩開另外的巨靈神 可能這隻巨靈神都需要是拆件 才可以撕到進去的一隻UFO裡面 而騙騙這隻呢 是完全不需要的 就這樣把整隻東西放進去就搞定了 可以怎樣放進去呢? 前面放進去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是做回這個動畫裡面的造型 在後面放進去也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整隻 進來 然後退出一點點 然後將它在後面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少要拉出它一點點 因為是放回一隻手 可以拿回它出來 就像攬著咖啡碟一樣 攬著它 它主要用來承托著人 就是靠這個U型位 用來扣著他的腰 然後夾上漢堡包 然後把漢堡包放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整個主體進去的時候 都是很順滑的 不需要拆任何件的 很穩陣地 整隻進去就可以做到UFO的形態了 不過 整隻的重量是非常之重 玩起來的時候 就有點累 手也感覺到 現在就最後 插上它的底座 讓大家看看 看看它 好了 安裝我的支架之後 的模樣 就是現在大概大家看到這個樣子 其實它的台座下面的支架 其實它也有一個角度可以給你調校 可以放回自己喜歡的角度 然後就可以離開 然後就可以離開 不過 因為它太重 這個關節 其實它應該還有一個 鎖 一枝東西鎖住它 令到它不會向下墜 不過 因為暫時是個示板 它就沒有提供給我們 不過 大貨大家可以放心 一架東西鎖住它 就不會整隻拋下去 雖然我現在沒有鎖 其實一樣 都是穩固的 今天介紹到這裡 有興趣的朋友 就記得留意我們的精品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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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